我不是一个怪人 作者梵高 人们总把我看成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 我要申明的是 我不是什么怪人 尤其不是应从社会中清除的野蛮粗鲁的人 的确我常常一观不整 样子很寒酸 不能保持很庄重的样子 因为我长期没有收入 我的衣服是我弟弟提傲的旧衣服改的 有些还是廉价布料做的 加上作画石键上的燃料 我无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有人说我的性格坏透了 无端地参与我 关于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说的是 我不追求地位和金钱 不会为世俗去改变我的性格 我热爱生活 只要我牢牢抓住了生活 我的作品就会得到人们的喜爱 我三十岁生日的时候 得到了弟弟提傲真诚的祝福 我非常感谢他 在这一天 我找到了一个很适合扮挖地人的模特 我非常兴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只有三十岁 有时候也真觉得我已不小了 特别是在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的时候 一想到我可能真的会是失败者时 我感到时光如流水一般无情 让我开心不起来 在平静正常的心境下 我又为我在这三十年中学到的东西而高兴 让我对未来的三十年 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的话 充满了信心 让我浑身带劲 未来的三十年 有那么多那么艰巨的工作摆在我的面前 我想象得到 以后的三十年应该比过去的三十年过得更愉快 我要实现我的愿望 我要努力地依靠自己 尽管社会和环境也应该责无旁贷 对于一个工作的人来说 三十岁刚刚步入人生的稳定期 因此 三十岁的人应该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力 去迎接新的生活 生命中的这段时期 一旦过去 有很多事情就无法逆转了 当然 我们也不能指望 从生活中得到 我们明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 生命只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收获是不在这里的 我得承认 我是一个有着明显缺点 并且脾气有些怪的人 急躁的性格 经常使我做出些愚蠢的事 让我在后来或多或少地感到后悔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抢别人的朋友和生活 更不会谋害他人的生命 虽然我有时也跟人争吵 但我并不想去伤害任何人 我时常住在可怕的忧郁和烦躁中 当我渴望同情又得不到时 我就会态度冷漠 对人发无名的火 说起话来常常很刺耳的 我喜欢独处不善交友 让我经常和人们聚会交流 是一件痛苦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在肉体和精神上 我都是极端敏感的人 这是造成我怪脾气的主要原因 它让我抑制消沉 也损害我的健康 我说我是一个艺术家 有人因此对我进行攻击 我坚信我说的话 在我的理解中 艺术家就是要努力地奋斗 不断地探索 无条件地现身于艺术事业 我已发现了它 了解了它 所谓艺术 就是包含有 永无止境地探索的意思 即使我不断地遭受挫折 也不灰心 即使我身心疲惫 哪怕是处于崩溃的边缘 也要正视人生 因为我知道 伟大的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平一时的冲动就会有成就 伟大的事业也不会偶然得来 它是不断奋斗的结果 我相信 我会有出头的那一天